希望大家在这个过程中能够好好的玩 马来西亚古进明达华小礼堂 这一天很热闹 此季亲子班户外联谊 让父母跟小孩透过游戏共同学习 捕猎游戏紧张刺激 背后信息要鼓励亲子一同如素互生 跟他们一起参加一起上课 那个感觉也很不 很少有这样的机会 在生活方面就可以看得到他们的改变 他们会比如说吃婚食的时候 他说这个我有看到老师有教我们 有看这个影片知道这个杀生不好 所以我们就明显看到小孩的改变 骑脚踏车做环保 大人小孩从中建立节能减碳的观念 陪伴孩子游戏 家长林秀玲更为明白 教育孩子可以跳脱打骂方式 不像以前我们的 以前的方法都是比较说要打要骂 现在是不需要的啦 现在都是用去讲啊 去鼓励孩子这样的 游戏中学习不止拉近亲子间的距离 更重要是互生环保的种子 埋入亲子心田 大新闻李秀儿林永住审 沈泽荣 马来西亚报道